這個是什麼 雪魚天婦羅 雪魚天婦羅 有那個裡面包吳莊海鮮做的 綜合的 雪魚天婦羅跟棒球一樣大 裡面有仙蝦等等餡料 看起來好美味 但從左看到右 攤位完全沒有標價 那這樣一顆會有幾斤啊 大概八兩到十兩 十一兩左右 因為手工做的頭非常不怕 好像有點貴吧 合理啊 好吃就合理啊 一顆最貴要價兩百元 民眾反應兩極 有民眾在臉書爆料 佛文 說高雄騎警老街 買雪魚天婦羅 買錢忘記問價錢 老闆直接剪開後趕緊問價 老闆說是秤重一顆兩百元 真的被嚇到 但不敢說什麼 也是乖乖掏錢 覺得被狂了 整理上半斤一百五 我會跟你一起吃東西一下 你會啊 你買 要買那個更多錢 攤商反駁有告知客人價錢 不過因為標價不清 攤位不只一家 來 一隻魷魚 它魚的油乾淨的 然後魷魚新鮮的 新鮮炸魷魚表皮酥脆 吃起來鮮甜Q彈 還沒有跟你問 像這一隻是重秤的還是 我們每一隻魷魚都一百塊 攤位同樣沒標價錢 業者也沒有主動告知 直到客人詢問 說旁邊沒有看到那個價位標 我們家人家都知道 還是價錢 標價 如果之前店家沒有標示 也沒有主動告知 所以還是沒有成立的 小吃攤商沒有主動告知售價 就算食物料理好 消費者也可以拒絕購買 但提醒民眾消費錢 還是要記得先詢問價錢 免得到頭來花錢吃下一肚子氣 記者記者記博士王書宏 高雄島